我们来看这个贴押这个指令啊 当他和我们的这个BZIP拓货 我们GZIP去做结合的时候啊 该怎么去描述他啊 首先你看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格式还是一样的 就贴押参数 然后压缩后的文件名字 然后最后是要选择要压缩的这个文件 只不过在这里面的话 参数和后缩名字就发生了改变 你看贴押的话 也就是说是在去和我们这个BZIP拓结合的时候的话啊 本来我们之前讲的是压缩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一个CVF是不是就不贴了 对吧 就不在这儿的话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J也给加入进来了啊 就是CJVF啊 你看这个J的话 它其实就代表这个BZIP拓的一个含义啊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是 他们三个的一个结合啊 能够实现对我文件的一个压缩 压缩后的这个文件的名字后缀啊 也改了 我们反而也就是说我们上午讲的时候啊 在用TI进行压缩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的后缀名字是不是改成这个 是不是TI啊 对吧 但现在的话 当它和我这个J来进行结合的时候 就改成TBZ了啊 改成TBZ 然后后面的话 还是代表的是我原来的原文件的啊 原文件也就是说对我当前要打包的这个文件 或者要压缩的这个文件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的这个格式啊 我给大家也去总结出来吧啊 也就在这儿的话 也就说是第二种啊 就是这个文件啊 文件压缩 也就是说和我们这个J的一个结合 就是TN 就选上我们的这个TN 然后放我们的这个CJYF啊 CJYF之后的话啊 在这儿去写上 也就是XXX点 我们说后缀改了啊 改成TBZ 然后的话 这个还是我们的这个选择要压缩的这个文件啊 后目录 但是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把这个后面给去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当我的J来进行搭配的时候的话 大部分针对的是我们的这个 文件的一个压缩啊 对文件一个压缩 这是啊 这是它的一个 它的这个压缩啊 那减压缩的话 其实就改一个参数就谁了 这是不是改一个 它是把C改成谁来的 是不是改成X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也就是这个减压缩啊 减压 减压缩 减压缩的话 我们说是 是这个贴压啊 也就是贴压 然后的话我们说杠 然后X啊 这个杠是可选可写的啊 写不写都不会错的啊 X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J 然后VF啊 然后面 就说XXX两个这个 是BZ 这是啊 当我的这个贴压和BZ 来去做结合的时候啊 这个一般情况下 只是用来压缩文件 但是它也是可以用来压缩 目录的 因为它是有这个贴压的一个存在 贴压它在去做压缩的时候的话 既可以压缩文件 也可以压缩目录啊 但是在这儿 就是有些书上 在去描述它说 为何说它是指压缩文件 这是因为它考虑到这个啊 这个接这个参数存在的问题 因为我们所说 BZF2和我们的GZF的话 它只能压缩什么来着 是不是压缩文件啊 对吧 所以说它在这儿的话 如果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它用CJVF的话 它代表就是啊 选择要去压缩的啊 压缩的这个文件啊 当然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 PET里边里边的这个内容 我把这两个放在一块来说吧 行吧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这个贴压 和我们这个GZF的一个结合啊 他们的一个结合的话 其实也就是把我们上面这个J 换成谁来着 换成Z啊 对吧 因为Z代表是我们的这个GZF啊 也就换成我们的这个Z 也就是CZVF代表是压缩 只不过这个压缩也要大家去注意一点 你看压缩后生成的这个文件名字 叫做什么来着 是不是.TGZ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 就是说它和当我的TNR和不同的参数 来去做搭配的时候啊 它的后缀名字也是会一样的啊 和和我们GZF做结合的时候 后缀名字是.TBZ 和我们的这个GZF来做结合的时候的话 它的后缀名字是.TGZ啊 解压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是XZVF啊 你看其实就是对于TNR这个指令来说啊 就是每一个参数 就是每一个单个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你记不住没关系啊 这个我不做要求 但是我给大家去 我或者换句话 就是PPT上面给大家去总结出来的这几个参数啊 是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啊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格式的一个写法 从我们的这个CVF压缩到XVF减压缩 然后分别到我们这个TNRF显示列表的显示压缩文件的内容 然后再到我们和我们的这个CJVF 还有这个CJVF 他们的一个组合搭配啊 大家只需要把这几个参数 就是组合起来的这几个参数给记下来就可以啊 要知道每一个组合的这个参数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这几个参数的啊 参数的一个使用啊 我们回到这个这个里面啊 当前的话 咱就拿这个这几个文本来说吧 你看首先第一个 咱就拿这个1来说啊 我对这个1来进行一个压缩的啊 压缩一个操作 那我在这就写上我们的TNR 是不是写上我们的这个是CJ 是不是VF吧 对吧 CJVF之后的话 我们说让它去生成一个 这个名字啊 比如说是F1点啊 我给大家重新一个命名啊 F1点我们说这个是T什么来的 是不是TBC啊 对吧 后对名TBC 然后呢再写上我们的这个原文件 也就是1 然后回车 分完成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 在这的话就相当于 也就由我这个1的这个文档 去压缩出来啊 压缩出来之后的话 就是F1点我们的这个TBC 为了给大家演示清楚啊 我把这个1把它给移动到回收站里面啊 移动回收站里面的话 我们说对这个 这个点TBC啊 咱来进行一个减压的一个操作啊 那在这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贴压 对吧 贴压的话 然后空格是这个是X对吧 也就是 等一下啊 然后写完之后的话 您这时候的话 没看啊 回车 走 发生之后的话 您是把我这个1 是不是给这个文档给夹出来了 对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 对于他的一个 当我的贴压和我的这个BZip2 来去做结合的时候啊 他的一个写法 一定要去注意他的这个 后缀的名字啊 后人名字 然后的话 BZip这个我不带大家去写吧 一会儿交给大家自己来去扩展 行吗 也就是说这个啊 下面的这个例子啊 我就不带给你们去写了啊 留给你们自己来去做尝试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到这的话 我们会有关贴压的一个操作啊 虽然贴压在去使用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呢 他确实就是在去使用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啊 压缩面最为广的 也就是说不仅对我的文件 也可以对我的这个目录来进行压缩 只不过唯一难的一点在哪呢 就需要大家去记住啊 在去使用贴压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参数的参数的一个搭配使用啊 还有他的一个格式以及他的后缀名字啊 可千万不要去写错了啊 也就是说对贴压的一个使用啊 我建议大家都去敲一敲啊 多去敲一敲 因为林英克斯指定这一块的话 你要想比如说是记得特别快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只能多去敲 其实你敲的多的话 也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熟练了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就是和贴压相关的啊 相关的内容啊 这个等会再给大家实验来去做练习吧啊 我们来看下边这个 这个是文件啊 文件阅读阅读的命令啊 文件阅读命令的话啊 也就是说是在这里面的话 它主要就是对我当前文本里面的内容的一个读取啊 也就是先把这个标题啊 大家把标题给记下来啊 也就是文件阅读的命令啊 文件阅读命令 文件阅读的命令啊 你看第一个指令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head 我们的head这个单词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头部的意思啊 对吧 这应该在 是不是咱在预课的时候 是不是见到过这个单读 对 H&M当像这个啊 其实这个指令的话啊 和它最终的这个作用啊 是有关系的 它主要就是用来查看 我当前某个文件或者文档 就是开头的部分啊 也就默认情况下 也就说是查看文件的前十行的那种 比如说啊 我这有一个文本文档 然后呢 在这个文本文档当中 我写了 我写啊 也就是说这里边存掉的内容 存掉的时候的话 我可以通过hide这个指令的话 我可以默认情况下 去查看它前十行啊 到底写的是什么样的啊 什么样的信息 这是hide的这个指令啊 查看文件啊 开头 也就是说开头部分啊 或者你写个 查看文件前十行也可以啊 因为默认情况下 它就是查看的是前十行的内容啊 前十行内容 啊 啊 他的格式的话就是hide的 然后空格后边写上文件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格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同学说 那我比如说想查看这个文本前15行 前20行的内容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格式上要去做改变了 也就是说是嗨的 然后空格中间要去加参数了 这个参数的话就是加上杠 杠后面写的是我们的这个行数 对也就是你要他去显示的这个行数 比如说刚30那年外之夜 就是看的是前30行 刚40的话就看的是前40行的内容 然后后面再去写上文件的名字 再写文件名字 这是这是Head的一个使用 它一个使用 大家只需要把它的这个格式跟作用 接下来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去接啊 就是HeadHead 然后空格杠行数 然后空格文件名 然后的话我们来去来去看一下对于Head的一个使用啊 我们来看啊 我这里边是不是都空白的呀 对吧 我给它沾点内容吧 随便给它一些吧 我留一些空格在里面 我我等下我复制一下吧 也多少 然后就这么多吧啊 这为了给大家演示 我随便啊 随便去沾的沾的这个文字啊 你看在这的话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当前对于Head的一个使用啊 假如我说了啊 查看这个1的这个文本的内容 那我在这的话就写我们的这个Head 然后是不是写上1啊 对吧 然后回车 我完成之后的话啊 它其实默认就是显示的是这个前十行的啊 前十行的一个内容 你看大家记清楚 你看在这我们说空格谣干什么来的 是不是占一行啊 对吧 也就是空格也是在这站一行的啊 前十行内容 那我这说的话 比如说显示前十五行 对吧 前十五行的话就在这Head 然后杠十五对吧 然后再写上一文件的名字啊 然后回车啊 这样的话 其实就把前十五行的内容啊 把它给显示出来了啊 这个Head的话相对来说啊 它的使用比较简单一些啊 也就是说只需要中间去写上 它的这个行数就OK了 你不写的话 默认情况下是查看的是前十行的内容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点啊 这是Head的一个使用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Tel Tel的话 它其实查看的是文件结尾的十行 它其实正好是和我们的这个Head的用法是相反的啊 一个是从前开始查看 一个是从后面查看啊 也就是说它的格式的话 就是Tel 空格文件的名字啊 默认情况下查看的是后十行的内容啊 后十行内容 那我们大家比如说网上查看后十五行内容的话怎么该写啊 是不是Tel 是不是空格杠十五对吧 然后再写上文件的名字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当天在这里咱就还拿这个来说吧啊 我说了先来看也就是默认情况下的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Tel 空格一个一 然后回车 完了之后啊 咱开始来去做一个对比啊 做个对比 呃 后十行的话 应该就是从从这一部分是不是开始的啊 对吧 从这一部分开始 然后的话往上去走正好是到 是不是正好是到它啊 对吧 也就这是我后十行的后十行的内容可以显示出来 刚才也说到我们说我要去查看什么后十五行啊 对吧 后十五行那就是杠我们的这个十五 然后写上文件的名字啊 然后回车 然后之后的话 现在你看在十 这个是在十的技术上是不是有向上面增加了五行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Tel的啊 Tel的一个作用啊 它正好和我们的这个Head的一个作用是相反的啊 刚的话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 这个我讲了给大家时间来练啊 我们看毛的一个作用啊 毛的一个作用的话就是说是 它是对于当前的内容啊 是进行一个分页查看的啊 分页查看的怎么去理解呢啊 大家去想一下咱们在Windows下 握到文档里面对吧 假如你当前内容过多的情况下 它一页比如说显示到多少字之后的话 它是不是自动会干出来的 是不是显示到下一页上面啊 对吧 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就是和毛的作用其实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当前比如说我一个文档里边内容过多的情况下 我再去做显示的时候的话 我可以让它比如说只显示的其中的一部分 对吧 然后先显示比如说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 然后再显示百分之二十 然后的话也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模块啊 一点一点的来去显示我当前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啊 所以说它的一个功能描述就是按页来去查看我文件的内容啊 那怎么来进行翻页的呢啊 它的一个翻译的话就是使用空格键和我的这个B键是进行前后移动的啊 前后移动的 这是啊 这是帽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格式的话啊 最基本的一个格式就是写上帽 然后后空格后面写上文件的名字 也就是说当前我要把这个文件进行一个分页查看的啊 查看一个作用 当然的话还有还有它的一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的话等会我们再来去讲 大家先把它的功能和它的这个啊 语法格式给加来 加之后的话啊 再来拿例子来去说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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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参数先不用去记啊 参数等会儿会给大家时间来去记的啊 大家只需要把上面它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格式 接下来就OK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帽的啊 它的一个使用啊 我们回到这个里面啊 嗯 这个只有32行对吧 等会儿我把它给再去沾一点啊 我觉得这应该太少 它不会有这个 嗯 嗯 然后的话啊 这个 这现在是不是87行啊 对吧 87行的话啊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在这去做一个操作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帽 这个帽之后的话啊 也在这我比如说是显示这个1啊 显示1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回车一下 回车中之后的话 你还默认情况下 我当前是不是这个内容是不是过多了 对吧 过多的话 也就是说一次你看 它显示是18% 对吧 往下再显示的话 你就按你的这个空格键 比如说是46 然后77 然后这时候就完了 也就是说它在去显示的时候啊 这个分页查看的功能啊 特别适合我们说再去 呃 做查找啊 比如说到后期到呃 大家在去做动画测试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经常在日志信息里边报错 日志信息里面报错的话 它内容是非常多的 那你再去做排查的过程当中的话啊 就要去注意 也就是说 你不能一次性把它的这个文件 全部给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之后的话啊 它有可能会把它给 比如说是给覆盖掉啊 把你之前显示给覆盖掉 那也就是说 你对于结果的一个查询的话 你可以让它去分页来进行一个 查看的一个操作啊 这是冒的啊 冒的一个使用 也就是对于它当前的啊 当前的一个分页啊 分页功能的一个显示啊 当然我这是因为我随便给它沾的啊 到最后这些内容都是一致的啊 都是一致的 你看对于帽来说的话啊 大家来看这几个啊 这几个它的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当这个这个number 这这个啊 这个不这不是写上number的啊 这其实准确来说就杠我们的这个行数 对也就是说你一次让它显示的行数 你看刚才我们在去显示的时候的话 默认情况下是不是也就是说是 有它自己给咱的这个显示的这个行数的规定 但是有他说那我能不能自己按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比如说我一次让它显示五行 或者一次让它去显示十行啊 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这其实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这个杠后面去写上 我们一次要去显示的这个行数 比如说杠七 那我每次再去做显示的时候 我一页当中显示七行的内容啊 这是第一个参数啊 所以说因为在写的时候 不要去写成杠number了啊 这后边是写的是数字啊 或者你记个行数也可以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啊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杠F啊 这个杠F的话啊 它这个统计啊 稍微会有一点啊 不太好理解 这不太好点在哪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一个描述啊 也就是说在计算 在计算行数的时候 它是以实际上的这个行数为准 而非自动化行后的这个行数的一个统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 大家先不要去写啊 先把我听我把这个例子给说完啊 因为这块是不太好理解 假如这时候大家去想着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握的文档啊 握的文档 默认情况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从我的最短边 是不是开始去写啊 对吧 然后写写写写 假如你这段文字过长之后的话 哎我发现到最后是不是没写完啊 对吧 没写完的话 它会做一个什么操作啊 是不是自动 是不是进行换行了 对吧 自动换行比如说 哎到这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给写完了 对吧 但写完之后的话 我这一句话 从我看到的情况下 它是占了几行来的 是不是占了两行啊 对吧 但是也就是说 杠F再去做统计的时候的话 它默认情况下 把这两行都统计成 对统计成一行的 因为我在这的话 它是属于 是不是自动换行的一个操作啊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这一句话 没有写完 没有写完之后的话 它自动去换在我的第二行上面 但是实际在去使用 我的杠F去做统计的时候的话 它只会把这一条记录 是统计成我们的这个一行的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杠F的 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一定要去明白啊 因为这是它自己是 自动换行的一个操作 自动换完操作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 就统计的是一行的啊 一行 这是啊 这是就是杠F啊 杠F也就是说是 它统计的这个行数啊 也就是说除自动换行之外啊 你就简单记一下 就是杠F 然后统计行数 然后扩好扩起来啊 除自动换行之外 杠F啊 是计算行数 或者统计行数 然后扩好扩起来 除自动换行之外啊 总计行数 或者计算行数啊 然后 除自动换行之外啊 然后下面这个加那么的话 就是说指定的是你当前 从这个文件当中的 第几行开始显示 这个加号后面 也是写的是我们的这个行数啊 也是行数 就代表从第一行开始 比如说加七 那就代表是我从第七行开始做显示 比如说加三 那我就是从第三行开始做显示啊 加号后面的话 也是写的是我们的这个行数啊 我就是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这三个参数的一个使用 其中这个啊 这个杠F 这个不给大家去演示 因为你会发现 它在就是里面的话 对于文本文档的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 一行当中存的字符式是比较大的啊 你几乎就是必须沾很多很多文字 它才能就是倒到最右边 然后来进行一个 自动换行的一个操作啊 在这这个杠F的话 大家只需要记住 它的一个原理就可以啊 统计的是抛开我们自动换行 统计出来的这个行数啊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减这个和这个加的啊 加的一个使用啊 比如说啊 当前回到啊 回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里面啊 我这时候去做一个操作 我去写上一个帽 写上帽之后的话 我们先来写这个这个杠啊 杠的话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五 也就是说那我每次再选 显示的时候说啊 是不是就按照 是不是五行内容的这个 这个显示方式 是不是 一次是不是进行一个添加的操作啊 对吧 我们来看啊 这时候的话 像这个一啊 然后回车 之后的话啊 你像这时候的话 大家来看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这五行啊 对吧 第五行正好是一个空格啊 然后在你的这个回车键 回车键之后的话啊 就是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又显示五行啊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每一次再去做查看的时候 我都让他以五行的这种形式啊 来进行来进行分割 我感觉我每次说五行 是不是以为我都要点他的名字 对吧 这个啊 这个也就说是最终的话 也就说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啊 每一次也就是五条记录 五条记录的去做显示啊 最后的话 你就按照看他这个百分比吧 直到走了我们这个百分之百 然后就完成了啊 这是我们的所谓就是这个 这个指定他的一次显示的这个行数啊 那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加号 是不是也可以显示 是不是从第几行开始啊 对吧 你比如说我在这去写上一个帽 然后去加上我这会给他一个三吧啊 然后的话加三 然后再去写上我们的这个一啊 详细之后你看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他其实默认情况下 就从第三行咱们去做个对比啊 应该是一二三 第三行是不是正好是一个V啊 对吧 应该在这的话 也是从我的这个第三行开始做显示的啊 然后一次往往下去做一个追加的啊 追加的操作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冒的啊 冒的这这三个啊 这三个参数啊 他的一个使用啊 他一个使用 这是啊 这是这一块啊 然后我解个屏啊 大家把刚才讲的这个 贴押的这个最后的这两个指令 包括这个GZIP的 我们有给大家去演示 交给大家来去做拓展的啊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文件 阅读命令啊 这几个啊 大家去尝试一下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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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